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情到这里并没完 美国的第三个大招又在酝酿中 有的已经在部分实施了 这个大招便是OFAC 冻结俄罗斯海外资产 OFAC是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的英文缩写 计划冻结俄罗斯央行海外资产 冻结俄罗斯富豪海外资产 冻结俄罗斯海外黄金储备 有金融专家表示 直接冻结俄罗斯海外资产 如果该制裁全面实施 它将比踢出Swift的烈度更大 也更直接 俄罗斯部分实体已被 OFAC纳入到SDN特别指定国民名单 有金融专家表示 一旦被拉入SDN黑名单 将面对美国最核心且最严厉的金融制裁 进入清单的实体 其资产与权益将被冻结 不能与美国实体进行交易 甚至一旦进了SDN 全球其他所有金融机构 都不能和你有资金往来 哪怕不用美元 也不通过美国金融体系 也不行 要是其他金融机构 同你有资金往来了 也会被OFAC制裁 要问美国凭什么 答案就是金融霸权 昨天 俄罗斯终于再次行动 在俄罗斯经营的59家企业 将会受到扣押账户和资产 引入外部管理层 和财产国有化等制裁 俄罗斯消息报报道称 俄社会消费倡议组织负责人 奥列格帕弗洛夫表示 俄政府和总检察院 已收到一份名单 共列出59家 由于停止在俄经营 或撤出俄市场而可能 面临国有化的外国公司 这份名单包括大众 苹果 宜家 微软 IBM 焦牌 麦当劳 保时捷 丰田 HM等公司 俄罗斯不仅仅要将 这些企业国有化 对于那些想要 以逃避制裁的企业 俄罗斯还将以 特大规模故意破产 以及欺诈被追究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 在经营的 欧美企业不仅仅是破财 可能还要坐牢 可以说 俄罗斯的这波操作 让欧美国家损失极其严重 其实 普京最厉害之处还在于 通过这场军事行动 彻底打碎了美国的国家信用 在美国国家信用破产之后 美元霸权开始摇摇欲坠 近日 美国两党参议员 提出一项议案 希望升级对俄罗斯制裁 冻结俄罗斯黄金储备 这项议案将对任何有益于 俄罗斯央行进行黄金交易 或在俄罗斯以实物或电子方式 出售黄金的美国实体 实施二级制裁 其目的是确保 针对俄罗斯的制裁 不存在任何漏洞 对俄罗斯的黄金储备 实施制裁是在对俄罗斯金融 国外资产 石油天然气等多轮 核弹机制裁之后 美国准备对俄罗斯 采取的最新制裁行动 据相关数据 截至2022年2月18日 俄罗斯央行的国际储备 约6430亿美元 其中3110亿美元的储备 是以外国证券的形式储存 1520亿美元以现金 或存款存入国外银行 另有132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 有300亿美元是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特别存款权 冻结俄罗斯的海外资产 使俄罗斯国家存在国外的 所有资产 包括投资都会遭到赤裸裸的 抢劫 而将俄罗斯银行赶出 SIFT系统 则会让俄罗斯无法在 国际市场上进行正常 的融资 贸易 结算 对俄罗斯的黄金储备实施制裁 则会使得俄罗斯的黄金储备 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交易 所有这些金融制裁手段 都是为了让俄罗斯金融体系 全面瘫痪 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 经营 贸易甚至生活 其影响不可谓不深 美国不仅冻结了 俄罗斯政府在国外的所有资产 而且冻结了俄罗斯公司 和俄罗斯人在国外的所有资产 这对我们发出了 一个极为重要的信号 即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方国家 都是完全没有信用的 美国及西方国家的信用 本身就是一个谎言和骗局 以前所有的政治理论 经济理论和历史教科书 都告诉我们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 金融和资本的信用 是资本主义的根基 现在我们会发现 资本主义信用本身 就建立在一片沙子之上 海水一冲 资本主义的信用 就会荡然无存 由此暴露出资本主义的本质 其实是掠夺和抢劫 不仅美国 而且包括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荷兰等国家在内的 所有资本主义国家 都是一火强盗 因此资本主义的政治理论基础 经济理论基础和 金融理论基础 在这一瞬间崩塌了 因为所有的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和金融理论的信用基础 都是不存在的 或者说都是骗人的 因为这些国家奉行的事 强盗逻辑和丛林法则 是赤裸裸的抢劫和霸权行径 在资本主义的一整套 理论体系崩塌之后 美元霸权也就只能裸奔了 因为骗局已经揭穿 笔库已经露出 羊皮已经包掉 被包装成终极文明的 资本主义理论 制度 政治瞬间碎了一地 欺骗了全世界数百年的 资本主义新用信条成了一个历史谎言 当下 中美关系日益恶化 在俄美关系摊牌之后 中美关系的彻底破裂也不会太远 当前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 持有大量美国国债 截至2022年2月末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2,138亿美元 中国还持有的美国国债 达10,687亿美元 是美债第二大债全国 中国政府和企业在海外还有大量投资 这些外汇储备 美债和投资 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 是中国人民的共有财富 如何确保这些财富的安全 是我们现在就要做的事 俄美冲突告诉我们 美国的所谓信用已经破产 美元不可靠 美债不可靠 中国存在美国的黄金也不安全 必须赶紧行动 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中国人民的巨额海外财富安全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一次视频会议上说 许多国家已习惯了卑躬屈膝 顺从地接受其宗主国决定的生活 但俄罗斯不能生活在 这样可悲和屈辱的状态下 我相信我们能克服所有困难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同一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俄罗斯将采取措施 以确保没有任何山姆大叔 能够做出破坏俄罗斯经济的决定 俄罗斯将不再依赖西方共思 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会保证之后永远不会 在以任何方式依赖西方合作伙伴 无论是政府 还是完全 不从商业利益出发而成为 西方对俄政治侵略工具的公司 永远不会在以任何方式依赖西方 这是俄罗斯做出的判断 也是俄罗斯人用血的教训 对我们发出的忠告 中国是否听到了这些忠告 是否已经开始准备应对中美 以及中国与整个西方集团关系 彻底破裂之后的全面应对准备 短期看 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收获满满 但长期看 随着美国信用的破产 美国及整个资本主义的 骗局也将随之破产 美元也必将破产 这或许是普京对乌克兰 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外之喜 同时也是最大收获 谁还会相信美国和西方国家是可靠的 谁还会相信把钱存在美国是安全的 等第一块砖垮掉之后 资本主义的根基也就开始动摇 美国这个在山巅之上的 所谓灯塔之国就开始摇摇欲坠 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信用 本身就是一个谎言 现在我们彻彻底底地看清了这一点 这个谎言已经被揭穿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护好 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不受损失 不遭哄抢 不被掠夺 永远不再相信西方 永远不在意任何方式依赖西方 这是俄罗斯发出的警告 也是我们需要牢记的真言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有读到见解的朋友请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了